刘墨林听着史一职 这剃骨挖肉般的诛心之词 想象雍正发话时的脸色 竟疏得打了一个寒颤 却听史一职打道 臣并不知年某推荐之事 今日听来实堪羞愧 臣举进士是自己考的 年庚瑶举荐无论出于何心 但用臣的是皇上 臣以为皇上当以是非取舍 不应以揣猜之词加臣之罪 说罢连连顿手 行年开了一把汗 哎呀 你既不肯服罪 皇上命我传玉 你就是小人 就在这晒日头 晒死了 天就下雨了 史一职见行年转身要走 一把扯住后劲 你这老烟狗 去回皇上话 我不是小人 显然 雍正的话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心 气 脸色雪白 眼中蹦出眼泪的 行年却笑 咱是传旨的 并不干咱的事 其实我倒佩服您大人这点骨气的 说完 竟回大内脚趾去了 刘墨林一个愣着 才想起自己还要去见张庭玉 然后去见年更咬 再不迟疑 把腿便跟了行年身后 从左夜门入内 行年自回养心店 刘墨林竟奔了上书房来 张庭玉正和杨明石谈话呢 礼服坐在一旁扇着扇子 似乎等着接谈 见刘墨林进来 张庭玉只点了点头说道 袁说 头一个见你的 已经见了几个 你才到 索性 明石谈完 我陪送你去大将军那里 明石啊 你接着说 杨明石挟了一口 冰败凉茶 欠身聪容的说道 云贵苗瑶杂楚 不能同内地类比 内地是官府说了算 那里是土司说了算 如今蔡廷将军 不再过问民政了 我尊先王一政 去怀柔基尼之策 好容易才理顺了 皇上要改土归留 不是我不肯办 在几个地方是 其实真的管不了 苗瑶族里的事 中堂想想 那都是一个一个的土寨 引在十万大山中 有的寨子 连马都上不去 有的蛮荒不化 言语也不通 历朝历代 世袭下来的土司 一旦取消 难免就有 愿望心 各自为政久了 一造反 就一寨皆返 一山皆返 派兵镇压 他们钻了深山老洞 兵去他归 依然顾我 有的县份 多年没有县令 衙门都倒了 有的县 只有一个当地人 替政府办事 也只是管着 召集土司会议 宣布政令 回去 他们该怎么办 还是怎么办 你要设政府管理 就得派官员去 仗器毒物 时去就不归 人们 宁可辞官也不去 这些个烦难 朝廷还得多多体谅 我以为 还是维持现状 不易轻作更衣的 张廷玉双眉皱着 指指陈颖 半赏才说 剥夺土司特权 百姓们 该拥戴才是 政府并不收科捐杂税 皇上 这是忍者之心 杨明石一听便笑了 我说的是行不通 不是不应行 云贵与中原 有察言之力 但贫瘠伐梁 历代就是这样的 许多地方 都还是刀根火种 我去的第一件事 先教他们种地 衣食足之荣辱 三字经得从这念起 然后扶植农丧 养育人才 尊孔尊梦 慢慢开化了 再设政府 才是水到渠成 硬来 逼返了 就失于愿违了 张廷玉看去 心情有些忧郁 雍正忙着 要改土归流 他原也赞成 听了杨明石的话 都犯了愁愁 半赏张廷玉一笑 哎呀 牛不喝水 强暗头 皇上是要给牛灌药 可惜牛不行尸 李魏递进折子 他要在江南 事行火号归功 听说你也不同意 我和李魏 私交极好的 但他这风头 出得不好 单营和皇上 急于充盈俯库的心思 所以我特意绕道 去看他 看来意见难合 好陷归功 只能叫清官日子难过 贪污莫利 要巧取豪夺 哪里寻不出个明目来 如今天下励志到底如何 张相大约比我清楚 去年秋 我参合大理之府藏成文 刚摘了顶子下来 就给他送民伞保护他 张某 贪莫一万余两 茶有十句的 为什么下头百姓还保他呢 我心里也疑惑 私访了一下才知道 老百姓说呀 今年年历 刚送上去 你撤掉了他 我们就白送了 充公又归还不来 再派一个 孩子再送一份子 好比是狼 我们刚喂饱一个 你再派一个恶狼 我心里都气急了 回省就请王命棋牌 斩了藏谋 再去的官 他就不敢再当狼了 所以轻力智 重俯库 要害是力 而不再制法 李渭这办法 一旦推行 下头必定 又生出千奇百怪的办法 多图搜刮 害的还是百姓 或许江南一省 行之有效 但各省分起效法 后果不堪设想 张廷玉听了 不禁默然 杨明石说的这些 他深信不疑 但雍正多次 与他促膝交谈 天下事 非变法不可为 浩县归功 改土归流 兵银入母 官身纳粮 和筹钱法 这些大政 都是雍正决心已定的事 几个亲信大臣 已在外地施行了 中途停止 那就是说 雍正登基以来 毫无政治建树 一旦稍有风吹草动 陨寺便能星云作雨 推波助澜 甚或召集八旗铁帽子王会议 废除雍正 自己作为宰相 又如何善后呢 像杨明石 李福 这都是雍正一手提拔的亲信大员 戏谈之下 对雍正刷新政治的措置 竟无一赞同 想来也真令人可叹 张婷玉刚问了句 依着明石意见 该怎么办呢 杨明石未及答话 便见孙家干 扬着脸进来 便问道 家干呢 下来了 你不要去顶撞皇上了 不要去了 皇上的难处我知道 多建议些 气平些好吗 孙家干说 哎 我只是过去保释一指 没有顶撞皇上 皇上昨夜没睡好 性子很骚 一边听我揍书 有时还夺出殿散步 回来再听 看上去是有些心神不定 后来皇上就叫我过来 听你处分 请中堂处分 说吧 便是义工 张康处 张康处叹息了一声 哎呀 你是个傻子 皇上不给你处分 我给你的什么处分 阎官嘛 你是御使 说话比我随便 他扫视一眼中人 我只想告诉诸位一句话 雍正改元 刷新政治 是皇上据天下大事 决断出来的方略 我们做臣子的 只能在这个方略圈子里 赞相 万不能请走 不趁国运鼎盛时 激素整顿励志 获智毁持 据我看 皇上这建帝 实在入目三分 只是看来性极了 也是不成 情咒太多 太多了 杨明石 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 圣族成法 应无错误 只是圣族晚年 诸法废迟 贪风渐起 剑制 没有随时遏制 方才中堂下问 我说 抓住一批茉莉 无问亲疏远近 无问贵贱高低 一律名正典型 肇事天下 这一条办下来 就堵住了谈风 先帝爷 御智圣训三十六条 要颁示各地学功 切实宣讲 精忠表孝 就能坐养一带连厉 徐图更张 不比如今这样 急功尽力 舍本求没的变法好吗 张廷玉立即插了一句 变法的话 是我说的 皇上从没说过 变法二字 我们这是私下交谈吗 杨明石 昂然说道 其实我也要说的 这就是变法 叫不叫这个名 何观紧要啊 宋神宗 英主 王安石 英才 变法变得怎么样呢 静康之乱 李福 是张廷玉的门手 一直坐听 不敢插眼 此时觉得 不宜沉默下去了 一倩申说道 杨兄啊 吕氏春秋 查金中 头一句就说 上胡不法 先王之法 非不闲也 为其不可得而法 如今情势 与西朝大不相同 墨守成规 政治难心 不过啊 老师 我也觉得急了些 这么多政务 又是贪丁入母 又是好陷归功 民官 一齐得罪 朝廷 又颇有不同的意见 一个闪失 容易乱局啊 像文静那样 几乎将省城 各雅主官都撤完了 凭他一人 就是三头六臂 办得下来吗 刘墨林 是变法拍 一直想寻机 与杨明石 辩解 想到情肘二字 突然间才明白 雍正写 彭党论的真意 又联想到自己的新使命 恍然若有所悟 但礼服又提说到年羹有 他吸了一下嘴唇 把话又吞了肚里 一声沉雷 拖着长长的尾音 向一盘空墓 在远处颤抖着 传进上厨房 众人都是一愣 接着又是一声 音也不甚高 只是尾音更长 好像天也累极了 发出一声 撼动人心的闷声叹息 张廷玉兴奋的一跃而起 几步 跨出尚书房看时 却仍是骄阳当头 天要下雨啦 因尚书房 坐西朝东 张廷玉积驱几步 到永道上 一手遮阳西望 但见黑沉沉乌鸦鸦 漠染式的黑云 蒸容而起 缓慢的 但又毫不迟疑的 向一偏袭的太阳压去 仿佛要闭合封锁 整个战清无云的天空 隐隐的雷电 金线火蛇一样 闪击着云梦 却并不出头 烧青 远处林烧一阵 刷刷的响动 梁峰卷着浮尘 隔着重重 公院袭起来 张廷玉浑身顿觉清爽 刚说了句 帮您搞智能之事 了不起 便听一声 石破天惊的雷声 汗的 宫阙大力 都颤了一下 先是几滴 铜钱大的雨滴 噼里啪啦的洒落了一阵 又停了扫青 便听游西向东 松涛一样的雨声 渐渐进来 整个紫禁城的 巍峨公圈 龙楼凤阁 刹大间 便被淹没在 麻莲一样的雨幕中 原来情好如洗的 冬半天 也都被怒海翻腾的云头 压得黑沉沉的 惊雷一声接一声 忽而把庭院照的雪亮 忽而又引在云层中 不停的滚动 把深邃的百年进城 笼罩拥抱起来 暗黑的 就像深秋的黄昏啊 张婷玉 吃了一样 站在雨地里 任雨水浇透了 他的全身 闭目仰天 似乎在尽情享受 上苍突然降临的甘树 又像在默默祈祷着什么 礼服见他站得久了 忙冒雨出来说道 诗相之心 上天已见 不过雨地站久了 要酌凉他 请诗相回屋 多少大事 等着要议呢 张婷玉 未然伸疏了一口气 有礼服搀扶着 进了尚书房 一边更衣 一边说道 哎呀 此语 置人无数 是皇上 洪福所致 我要立即面军 你们在这里 等着我回来 说着 踢了游衣 把腿便走 到了门口 看了看 惊雷击走的天穷 招手叫过 藤本处的一个官员 你立刻去一趟户部 尚书以下官员 都要出动 查看凉库 还有兵部 把武库 也要检视一下 有漏雨的 要立刻补 不许没一粒粮 嗅一件兵器 叫人知会顺天府 永定何地 要紧的 还有京师民间 土屋茅舍 也要查看 防着 倒房砸了人 说完 也不等待 思源回话 便进出月华门 直奔养心殿 雍正 站在养心殿口 正默默地出神 他天性喜凉未热 穿着一件 酱色青纱袍 外头只套了件 石青葛纱挂 也没有带官 一双 青段凉黑灶靴 已被哨风 裹到眼下的 雨雾打湿了 却是一动不动 凝望着天空 方包就站在 雍正的身后 也是免须若有所思 一张眼 瞧见张廷玉冒雨而来 便说 横尘来了 嗯 哦 雍正点点头 反身回殿 命人在殿口 摆了袖龙磁墩 一聊跑脚 坐了 说道 横尘 不要行礼了 见过人了 还没有谈完呢 张廷玉到底 还是打签 行了常见礼 起身陪笑 天下这样的豪雨 小的主上 心里欢喜 奴才过来 给史仪直讨情 雍正愣了一下 嗯 史仪直还是有罪的 他妄言年庚瑶为奸命 不杀年庚瑶 天不下雨 这雨下来了 他就是有妄言之罪 善拿善放 不足以按功臣之心啊 张廷玉满以为过来一说几准 肯定立刻就放掉史仪直的 不想雍正却这样说 不禁一愣 一时到不知该怎样答对了 瞥了方包一眼 半赏才说 万岁盛名 但天道无常 史仪直只是揣度有物 其大指 直说地侧有小人 恐也是实情 今万岁惩罚史仪直 五门常跪 像那样的太阳 史仪直能支撑多久啊 岂知上天 竟未整中职之士 而突降甘霖呢 方包在旁微微一笑 横尘啊 这些万岁都知道 但别人的心思也要顾忌 这次史仪直 奏勘年耕咬 孙家干又力保史仪直 是谁都瞒不过的 我方才跟万岁说 这鱼可名为 沾世鱼 但据此时朝廷行事 不过救了史仪直 一命而已 其余的都还说不上 看看吧 忙什么呢 鱼一直住不了呢 张廷玉听着这些捉摸不定的话 虽没有明说 已经看出雍正心中更深的隐忧 到一时雨色 君臣三人都没有言声 注目着外边 倾泻如注的大雨 黄臣啊 杨明石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呀 雍正俯着膝 看着闪动发亮的外院问道 礼服是臣的门声 虽说没有多的话 我看似乎也赞同杨明石的话 似乎都觉得朝廷急于事工 步子不稳啊 说吧 便将杨明石的话细细说了 雍正听得很专注 却始终没有说话 直到张廷玉沉说完毕 起身夺了几步 转脸对方包说 灵稿先生 蔡廷和杨明石很有成见的 奏上来的秘折 也说杨明石操守甚家 民望所归 礼服朕深知的 在任也是一介不娶 还有孙家干 也是终之之事 但听起来似乎朕的政令 他们竟无疑赞同 真正令人可谈 知人也难 与人知也更难 他们似乎总把朕和圣祖 分开来说 总将雍正之初 与康熙之初相比 怎么才能叫他们 知道朕的心 知道朕的难呢 雍正说得很动静 两道眉都拧团了一处 目光炯炯望着外 仿佛要穿透混沌 萌萌的雨 许久才无可奈何的 叹息了一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